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看到一个漂亮的人 然后你们认为这是一个漂亮的人 但是这个人可能被另外的人看上去是特别丑陋的 那么究竟自己上是什么 在哪呢?是美丽还是丑陋呢? 两个都不是,两个都不在那里 美丽或者丑陋都不是永久性的存在的 因和缘放在一起的时候 一种叫做美丽或者丑陋的现象出现了 就像天空中出现的彩虹一样 不是真的在那 那么它不在那吗? 也不是,因为你能看到它 那么这种当它出现的时候,但其实是空的,当它是空的同时呢? 其实它又出现了 那么这个呢,就叫做空行 用彩虹这个道理呢,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 然后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把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看成是彩虹一样 这个需要时间 因为觉得日常生活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习性 让它变得很困难 你看那就做最后一把呢? 比丑陋都要是丁寂的 主要是丁寂的 有点准备